我一起來教授 先護士的我們要再次來到你面前來歌頌你 先護士的我們知道 當我們抗你 頭抗在你裡面的時候 你就無所懼怕 因為你的聖靈感當中 讓你的心中成為我們的力量 讓我們有勇氣面對我們每一天的困境 讓我們也有能力來克服它們 也讓我們有智慧來分辨 哪些是我們可以勝過的 哪些是我們必須學習的 先護士我們謝謝你 因為你在這個時刻 就在我們當中 因為你的聖靈 這時候安靜我們每一個人的心 讓我們能夠進入 敬拜你的每一個過程 我們心也能夠安靜 聽牧師所要傳到 所要對我們傳講的訊息 將這些話語就刻在我們心中 每天都會有力量不全給你 為什麼我們也請求你 幫助那些還沒有到我們當中的人 他們的角度快快來 讓他們能夠平安 到我們當中一起敬拜你 為什麼我們也肯求你 幫助那些沒有辦法來到我們當中的 弟兄姐妹 一樣 事他們有平安 群盡的心 在他們所在的地方 一樣來仰望 謝謝你順便我們這段時間 我們這樣感謝 好好的奉以耶穌基督的聖靈 Amen 我們要我們祝大家 我們來一起祷告上 祝我們祝大家祝福 願人都遵祢能力為神 願祝我降臨 願人是一世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一世 精力赐給我們 沒有我們的災 如同我們面的人的災 不叫我們遇見失敗 叫我們脫離修得 因為國度、權力、榮耀 尋謝 許慕佬得 及到永遠 Amen 接下來我們要來圖一段 聖經節 今天的聖經節 在 約翰福音第四章 第七到第十五節 約翰福音第四章 第七到十五節 し Jeff to 聖神 聖神 聖神,聖神 聖神聖神,聖神聖神,聖神聖神 fear 聖神聖神聖神 由一個薩瑪利亞的婦人來打添 耶穌對他說 請你給我水喝 那使門府進城買食物去了 撒瑪利亞的婦人對他說 你既是猶太人 怎麼向我一個撒瑪利亞婦人要水喝呢 原來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沒有來往 耶穌回答說 你若知道上帝的人子 和對你說給我水喝的是誰 你必早求祂 祂也必早給了你活水 或者說 先生的把水的起去 井又生你從哪裡得活水呢 我們的祖宗雅各將這井留給我們 他自己唱的定生處也都說 這井裡的水 難到底比他還大嗎 耶穌回答說 凡喝這水的還要再喝 人若喝我所嗜的水 就永遠不可 我所嗜的水 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 只永到永生 婦人說 先把這水嗜給我 叫我不可 也不用來這麼遠打水 我們正念直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要請益軍傳道為我們正道 他主要正道的題目是生命的可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